在不少人印象当中都认为蔬菜是一种特别好的养生菜,无论是什么样的蔬菜,都可以起到较好的养生效果。 经常吃蔬菜的话,不仅能够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,而且还可以增强营养元素,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。 但事实上,有些蔬菜的热量也非常高,尤其是这四种蔬菜长肉最猛。 其热量甚至要比肥肉热量还高。 一,番茄炒蛋。 番茄炒蛋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食物,由于番茄炒蛋本身比较简单,而且口感美味,所以也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菜品。 为了能够让番茄炒蛋的口感变得更好,一些人在做这道菜的时候都喜欢多放一些油, 这样,鸡蛋吸收油脂之后就会变得更加松软。 但事实上,放油太多的话,也可能会加重肥胖的几率,带来健康隐患。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,新陈代谢速度也减缓,因此更容易受到不良饮食习惯的影响。 如果番茄炒蛋中放油过多,老年人摄入的油脂量就会超标,这不仅会增加肥胖的风险,还可能对心血管系统造成负担,增加患高血压,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几率。 二,轻炒腐竹,腐竹是一种营养比较丰富的食物,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炒腐竹,虽然说腐竹看着比较清淡,炒起来的话口感也还不错,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,腐竹当中也含有大量的油脂成分。 据相关研究发现,每100克腐竹当中,其热量就有460大卡,这种热量要比猪肉的热量更高,正是因为如此,所以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,还是尽量要少吃腐竹才行。 有人拿腐竹跟猪肉的热量做过对比,同等重量的情况下,腐竹的热量要比猪肉热量高出三倍以上,想不到吧?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腐竹,热量居然能够达到这么多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腐竹都是通过油炸之后来进行保鲜的。 而油炸晾干后的腐竹,其保鲜时间能更长,但是油炸之后也同样会增加腐竹的脂肪含量。 三,红烧茄子。 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红烧茄子这道菜,对于经常外出吃饭的人来说,也免不了要点上这道菜,因为这道菜实在是太出名了。 经过油炸之后的茄子味道香酥软烂,裹上面粉之后味道更绝,吃一次就让人难以忘怀,虽然说味道很好,但是这道菜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。 要知道,茄子是经过油炸的,油炸之后的茄子不仅会造成营养的流失,同时还会加大身体的脂肪摄入量。 而且,茄子本身就特别吸油脂,吸饱了油脂之后的茄子,每一块的热量都高得吓人,都说大米跟馒头的脂肪含量比较高。 但事实上,这种红烧茄子的脂肪要比这两种食物的脂肪高出一大截还不止,所以对于本身血脂水平就比较高的人来说,还是要少吃一些微妙。 此外,患有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人群,也同样要控制该菜品的摄入量。 四,干边豆角。 干边豆角是一道美味可口的家常菜,但在制作过程中,豆角通常需要先放入热油中炸制,以达到干边的效果。 然而,这种烹饪方式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来说,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。 首先,过度的油炸会导致豆角中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,豆角本身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,这些对老年人保持健康至关重要。 然而,高温油炸会破坏这些营养成分,使其失去原有的营养价值。 其次,油炸豆角还可能增加老年人患癌症的风险。 油脂在高温下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,如饼吸鲜案等。 这些物质具有致癌性,长期摄入这些有害物质,可能会增加老年人患癌症的几率。 因此,为了老年人的健康着想,建议尽量少食用油炸豆角。 如果喜欢吃豆角,可以选择清炒或者蒸煮的方式,这样既能保留豆角的营养成分,又能降低健康风险。 五月,建议中老年人多吃五种。 年轻菜,营养足,味道美,别错过。 一,季菜,这小家伙,生命力贼旺盛,三月一到,田间地头,就被他染得一片翠绿,密密麻麻的,仿佛在召唤大伙儿,快来摘我呀,我要变成你们碗里的美食。 这季菜啊,透着一股子野地特有的清新香气,怎么做都好吃得不行,炒着吃,鲜嫩爽口,蒸着吃。 原汁原味,要是剁碎了包进饺子,馅饼里头,煎得两面金黄,咬一口,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。 季菜不仅清香好吃,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季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,包括维生素A,维生素B,维生素C和维生素D等,还含有抗坏血酸。 这些营养元素,能使大脑中的含氧量增加,消除疲劳。 季菜中还含有丰富的食用纤维和特殊的香味,能使人增进食欲,促进肠胃蠕动,帮助消化。 同时还含有人体所需的钙、磷、铁等微量元素,能有效帮助人体吸收,排除毒素,快速愈合伤口,以达到消肿的作用。 二、春笋。 春雨绵绵,悄无声息地滋润了沉睡的大地。 山上的竹笋像是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召唤,一眨眼功夫就从土里钻出来,争先恐后地宣告春天的到来。 这春笋呢,简直就是春天餐桌上的宠。 错过它,你可就要后悔一整年。 春笋被誉为素食第一品,春天的菜王。 可见,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。 那究竟吃春笋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好处呢?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。 一、补脑功能。 春笋里含有叫做烙氨酸的蛋白质结晶。 这种成分主要存在于皮和切口处,存在于一种白色粉状物质内。 这种成分在人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它被输送到脑部,可以激发脑部的抗压抑郁,加强人的抗压能力。 同时也是发挥大脑的潜能所必须的物质,因此想要让自己更聪明更智慧。 反应更加灵敏,记忆力更好。 那么在春天多吃一些春笋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二、促进通便,改善便秘。 春笋也和其他的蔬菜一样含负纤维素。 而且,它的纤维含量比较高,因此可以增加便量,促进通便。 同时,春笋还可以将肠内的有害物质一起排出,不仅可以促进通便。 改善便秘还可以起到预防大肠癌的作用。 三、保护心脑血管,预防高血压,在春笋含有大量的甲元素。 而甲元素对保护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大的作用,因为甲元素可令体内多余的内元素排泄出来, 因此还能有效地对预防高血压,因此对于中老年人可以适当地多吃一些春笋。 但是因为春笋也会有过敏的现象发生,所以过敏性体质的人在食用春笋的时候多加注意。 四、利尿,防宿醉,因为春笋含有大量的水分。 因此,食春笋有利于排尿,对于经常喝酒的人,吃春笋能够让人体尽早将酒精排出体外。 这样对于预防宿醉也有良好的效果。 以上是吃春笋的好处。 但是,也要注意一些禁忌,胃肠较弱的人还是少吃春笋为好。 因为春笋不易消化,会让胃肠感到不适,还有容易过敏的人要少吃春笋。 如果已经患有各种节食的人,也不是宜吃春笋。 儿童正在生长时期,也不适合多吃春笋。 三、菠菜。 春天,正是享用菠菜的大好时光。 这绿油油的小家伙被誉为春季餐桌上的模范生,营养丰富得不得了。 吃菠菜对身体的好处有以下几点。 一、通常导变,防治痔疮。 菠菜中的植物粗纤维含量是很丰富的。 这种物质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速度。 二、促进生长发育,增强抗病能力。 菠菜中的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高的。 当它进入人体之后,就会转变成维生素。 这种物质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。 三、补充营养。 增进健康。 菠菜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。 因为它不仅有微量元素,同时也有多种矿物质。 富含了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等营养物质,在平时适当吃一些菠菜,能够为身体补充营养物质。 同时也可以达到一定补充叶酸和铁元素的效果。 尤其是常吃菠菜,还可以达到一定预防叶酸缺乏而引起的具有红细胞性贫血。 四、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。 延缓衰老。 菠菜中的六、强甲肌蝶斗二酮等微量元素。 这些物质都会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,那么身体的衰老速度就会减慢,从而降低中风的几率。 不过,这里得友情提示一下,菠菜里面含有的草酸含量比较高。 这草酸虽然本身无害,但它可能影响人体对钙、铁等矿物质的吸收。 所以,吃菠菜前有个小窍门,那就是先把它焯一下水,经过热水一烫,大部分草酸就能溶解出来。 这样一来,菠菜就变得更健康,吃起来也更安心。 四、蒲公英。 要说这凉拌蒲公英? 那可是春季餐桌上的一道亮点,不仅口感鲜美,营养还顶呱呱,您要是错过了。 可真有点亏待了自己的胃哦。 而且,蒲公英可不只是口感好,它的营养价值也不容小觑,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,尤其在容易上火的春季。 来一盘凉拌蒲公英,既能满足口腹之欲,又能调理身体,真是一举两得。 一、清热解毒,生活中,上火问题无时不有。 蒲公英的出现,如一味巧妙的清道夫,能有效去除体内的火气,清除多余的热量。 更为重要的是,蒲公英具备出色的排毒功效,对于肝脏状况欠佳者。 蒲公英水更是一股清流,解决口干口苦等问题。 二、杀菌消炎,在中医传统中,蒲公英是一味杰出的杀菌消炎药物。 对于慢性肝炎病毒,蒲公英更是展现出优异的抑制效果,有效改善肝部炎症,为身体注入一份健康的守护力。 三、缓解胃痛,研究结果表明,蒲公英能够有效保护胃部,防止溃疡和胃粘膜损伤。 对于胃部不适的人来说,蒲公英水如同一杯温柔的护卫饮品,缓解胃痛症状,同时抑制优能螺旋杆菌的生长。 四、美容养颜,蒲公英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碱,能够调节体内的电解质,减少脸部皱纹,延缓衰老过程。 同时,蒲公英的美容效果不仅体现在外貌上,还能缓解因湿热引起的胸部长痘问题,为肌肤注入清新活力。 这四大益处,使蒲公英水成为清新养生的佳品,为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全方位的关爱。 所以呀,春天到了,别忘了去大自然的怀抱里寻觅那一抹鲜绿,踩上一把蒲公英,回家做一盘凉拌蒲公英,让这道春天的馈赠,为您的餐桌增添一份别样的春意与健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